院长 我做好一切准备 我负责到底 不会让医院负一点责任 不管法院怎么判 我都来承担 这是我下了手术台之后 写的辞职报告 先放在您这儿吧 等官司一完 我就辞职 我现在有些后悔 没有早一点给他手术 那样的话 孩子就能活下来 不管是坐牢也好 还是判死刑也好 我也会觉得值得 我学了六年的医 做了那么多年的医生 我现在有些迷惑了 院长 您能告诉我吗 做医生的职责 究竟是什么 妈妈你往边带着 他不能带着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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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识的职责 我认识满 我认识的职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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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做什么 主人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应该做是医疗事故吧 但是不怪他真的 我们都这么说 你那说的详细一点吧 你还是回去问主任吧 姐夫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家属要打官司 不调人命呢 好看这么晚点 好看这么晚点 不调人命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到底怎么了 我去过医院了 没事 我做手术的时候就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对不起 我下午没法跟你去办手续 明天上午吧 明天上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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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上午